今天是农历的五月初五 我们迎来了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的端午节 每逢端午大家最先想到的习俗都是吃粽子 赛龙粥 但是其实端午节拥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驱毒防虫 包含非常珍贵的防疫观念 是名副其实的公共卫生防疫节 很多大部分的这个习俗啊 是跟防虫防疫有关的 参谱酒有熊黄酒赢猪沙酒 同时呢还有吃五毒饼的这样的习俗 挂贴的方面就是你比如说有挂端午山游 就是挂哀草挂参谱然后挂蒜 参谱它不是一个像一个宝剑似的那种叶子 以挂草呢做鞭子然后呢以蒜头呢做锤子 三种武器呢都可以击退了这个蛇啊蝎啊病菌啊 那谚语里头就有有讲的是亲民擦柳端午擦艾 那个艾蒿啊它味道特别臭 嗯特别臭所以它们驱虫效果特别好 特别是呢悬挂这个香包里头装有气血槽药的香包 就算是晒龙粥和吃粽子也有关系 因为它就是通过这种运动式的然后来来提升和和这种来转运 来来防毒来提提提升自己的那个反应能力 端午这天古人还要沐浴大扫除因此也被称作木兰节卫生节 人们呢在初午这天啊要撒扫庭院做好大扫除 然后用艾蒿沐浴据说呢用这种沐浴呢可以驱虫蝗虫 同时呢还有一个是用风干的仓谱煮水洗澡 也是一种沐浴 那么它能够一个杀菌防病强生健体的功能 南北朝时期呢端午节又被称为这个木兰节 所以呢这个也是自古以来相传的叫卫生节 为何要在端午到来时防毒防疫 专家表示这和此时的气候特征密不可分 月初午俗称是厄月 厄月有五种毒就是蛇呀蝎呀蜈呀蜈蚣啊地虎啊 藏雏 经过了一个春天 它那个房子的数量 数量多 同时呢它那个毒性也大 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季节呢 人们呢满以农业生产 在农业生产中的专家更多的容易碰上 这就是也是一个原因 它是非常早嘛 在春秋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这个过程 现在中国仍有许多地区保留着端午挂碍的习俗 专家表示端午节的习俗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宝贵思想观念 值得继续传承 你看我们在端午节的时候 许多活动都表达了对风调雨顺 生命健康 社会和谐的这种 愿望 所以端午节呢人们采种业 包种子体现人们对 对植物的崇拜 代表中国人们呢 祈求这个阴阳调和 分调与顺的愿望 节日的形式去呈现出来 那么这也是体现了咱们防疫的 一个思想 理念 因为防疫呢它首先呢还是要 顺存自然 不能破坏自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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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